欢迎大家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今天是周四 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昨天周三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的澳洲股市基本是保持了不变 虽然是保持了轻微的上涨 但幅度非常有限 由于现在大家依然是在1月份的第一周 很多人还是在圣诞假期中 但是四大银行依然是上涨 而且是澳洲的四大银行之一 澳新银行经过两年的复苏 目前终于是把股价拉回到了两年之前 它曾经配股时的30块9毛钱一股的价格 那么中国股市昨天也是遭遇了二连涨 昨天在上证指数帮助之下 整一个A股依然是保持大约是0.7%左右的涨幅 这样两天以来的话 这个上证指数目前也从3100点重新回到了3160点左右 欧美股市昨天表现基本上也是相对来说 变化不大 但是轻微依然是有轻微的上涨 英国 法国 德国变化都在0.2%之内 而美国的三大指数则继续在创新高 道琼斯指数目前再一次逼近2万点大关 目前最新价格达到了19947 距离2万点不到60个点 那么再看一下其他产品 黄金价格在沉浮了14天之后冲上1145 目前再一次冲上1165 目前黄金价格也是走上了一小时 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上涨通道线 目前黄金价格短期和中期继续看涨 另外美元价格美元指数昨天大幅回调 导致现在非美货币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弹 以及石油价格在昨天也上涨超过1.8%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的是两方面的事 一个就是现在中国股市可能迎来的春天 以及现在的比特币面临的疯狂 那我们给大家说到 昨天中国的政策方面 在今年可能会发生变化 只从原来的保房价 现在可能会重点改到了保汇率 换句话说就是保住人民币不再大量贬值 那么我昨天做完这个节目到现在 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其实已经上涨 在昨天晚上是上涨了800个点 在今天白天时间是上涨了超过400个点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 人民币对于特别要说的是海外人民币 对于这个美元的汇率呢 已经上涨超过1200个点 那当然了 我个人是觉得我的这个预测能力 还没有这么精准 这个刚早上说完 下午人民币就开始涨 那这当然是一场巧合 但是这毫无疑问的呢 上周这个外汇管制条例的出台 就说明了现在的风向已经发生了改变 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 从之前的保增长保房价 目前已经变换到了这个压制房价 或者说是控制房价 但是呢要保住人民币的汇率 我们知道呢 现在中国的整体的经济政策呢 依然是希望把国家转型成一个 以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国家 你既然是以消费来拉动经济 毫无疑问的就是希望人们去花钱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呢 他的收入啊 毕竟是有限的 你靠有限的收入去花钱 肯定不太现实 绝大部分人额外的收入呢 都是来自于要不就是房地产 要不然呢 就是靠的是股市 那么在过去两年 很多人靠着房地产是获取了大量的利润 现在呢 如果房地产被压制住 那么很有可能的话呢 大家就不会继续投到房地产去 所以我们常说呢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 给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如果把这个楼市的这扇门给关住了 那么你如果要继续拉动消费 那么这个收入的增长点 那就必将来自于是资本市场 它并非不一定是股市 有可能是期货市场也好 债券市场也好 国债市场等等这些 但是股市也是资本市场里面 最重要也是普及度最高的一个市场 因此 在目前整体的经济政策 对于房价进行控制 或者说是小幅打压的基础之上 那么中国的A股市场 很有可能在今年迎来一波比较好的形势 我们说的都是大的形势 包括了人民币不断增发 货币在贬值 以及现在的整体的环境政策对于A股有利 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其实我们是觉得在2017年 中国的A股将可能有比较好的表现 那么刚才说的是这个A股和房价之间的关系 我们再来说一下的 现在目前另外一个热点话题 就是比特币 我们知道比特币它是一个虚拟货币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国际版的QQ币 你QQ币呢只能是在国内流通 但是这个比特币 确实可以在全世界有限的地方流通 比特币的价格呢 从刚开发出来的十几块钱 几块钱美金到现在的超过1100美元 一个比特币的价值 现在已经是等同于一盎司的黄金 黄金啊 一盎司的黄金足足有32克之重 而比特币呢只是一个虚拟的货币 它连一张纸都没有 那为什么比特币会价值被炒得如此之高 如果我们看一下比特币的走势 不妨可以发现呢 比特币在过去的两年之内的 这个价格的上升是非常之快 从300多美元到达到现在的1100多 可以说涨幅呢是接近于4倍 那么在这比特币被严重的炒作 或者说是暴涨之后 背后呢到底是什么因素 除了人民币被大量增发 很多人需要把货币来保值自己的资产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一点 推动比特币上涨的 就是比特币其所具备的一个关键功能 是什么关键功能呢 就是比特币各个账户之间在国际上是可以实时到账 也就是说你在中国的一个比特币 你要转给一个美国的用户 转到他的比特币账户上可以一秒钟就到 而且他并没有任何的上限 那么这些特点呢 就使得比特币成为了另一种渠道 也就是资产转移的一个很有用的工具 换句话说 如果你在中国用100万美元换成了比特币 换多少呢 只能换1000个比特币 但是你可以把这1000个比特币在一秒钟之内转到美国去 当然了会有可能会有小小的手续费 但是呢比特币转是没有上限 而且在美国你可以立刻卖掉 这个呢就是导致现在比特币被疯狂炒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全世界的数据来统计呢 比特币交易90%以上的交易都是来自于中国 那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交易来自于中国 是真的他们觉得这个虚拟货币是值着1000美金吗 我看是未必 很多人购买比特币最终的要求 或者是最终的需求 还是希望把现在转不出去的钱 或者说只能有限转出去的钱大量的转出去 这个才是比特币目前被严重炒作的一个关键因素 但如果你听到现在 你可能觉得这个比特币真的这么好 那我也去买个一块钱几个比特币来炒作一下 或者说我也来搬运一下 你可以这么做 你也可以这么转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比特币是一个虚拟货币 它很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 一旦中国宣布交易比特币是违法的 如果你交易将会支付30%的罚金 这样的规定出来 那么比特币的降值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发生暴跌 那个时候呢 你不要说是转移资产了 你的资产会在几个小时之内缩水超过40%以上 但是呢 不论如何 从这个比特币的故事里面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就是任何事情的暴涨和暴跌背后 必然有它所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 不能仅仅只是看待表象 还是希望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关注的事情 在中午的12点45分 中国是发布了非官方的服务业PMI 另外呢 到了晚上8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自己的服务业PMI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有一些大数据 在凌晨的12点15分 是美国今天的小飞农就业数据 为啥称为小飞农呢 因为它并不是官方的飞农数据 那么星期五的晚上呢 官方会发布他们的大飞农就业数据 我们俗话称之为大飞农 另外呢 在这个还有一周一次的美国首次失业金申请人数 是今天晚上的凌晨12点30分 另外再晚一点 一直到了凌晨3点钟 这个是美国 也是一周一次的原油出量数据 但是呢 时间比较晚 各位如果做操作原油的话呢 可能需要熬夜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明天再见